我们都知道这个水的问题 它其实很严重 从这个人的必须上来说 空气、水和粮食 这对人来说它是最重要的 三个生存的条件 那么空气和水它是可以互换的 水资源的问题 我以前好像谈过 那么水污染的问题 其实也谈过 但是它的这个重要性 值得我们大家去花时间 去多了解一下 有关于这个水资源 或者说如何在干旱地区 沙漠化的地区获得水 以及如何解决 水的污染的问题 甚至地下水被污染的问题 其实放在我们面前已经有很久了 很多人都去谈 但是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真正能去解决 真正能去解决它 应该是很有限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 严重缺水的国家 尤其是在北方 那么水的问题呢 它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工业化 过度的 开发 都是它的原因 有许多工业化的国家 他们本身解决水的问题 是有一些先例 可以遵循 但是中国尤其是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 它往往就忽略了 因为工业污染 所造成的水质恶化 甚至地下水被污染 这个环境 快速的工业化 尤其是在一些 化工行业 涉及到大规模的使用水 怎么样 合理的使用 怎么样排放 它都是有一些标准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一个无序的社会环境中 你要想让它 能够正常地 被监管 可能性确实不大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国家 许多人把挣钱 放在第一位 道德标准已经被忽视了 法律的监管 也跟不上 水资源短缺 废水的排放 没有严格的被监管 地下水被中毒污染 所有的江河湖海都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前提之下 潭水的安全 几乎是无望 最近一些年 有一些医学上的病症 它主要的原因 就来自于空气污染 水资源被污染 紧接着粮食也不安全 想要去解决它 相当的困难 就目前情况而言 如果依据 政府现在制定的反规 在无法进行监管的 这种环境之下 水的问题 它会越来越严重 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存 而且短期内 看不到改变的可能 目前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办法 而是没有 一个合理的监管 任何一项法律 制定的再完备 它没有及时的 有效的监管 它就等于是白纸一张 那么你无论是高层也好 知识界也好 或者说民众的哭声 即便你再高涨 你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 现在很多人 已经明确地意识到 水资源的重要性 以及 水被污染 这种现状 那么我们知道有点钱的 不管是喝水也好 做饭也好 他都已经开始 使用桶装水 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家庭 在中国的比例 是相当少的 绝大部分国民 他继续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 呼吁也无法生效 期待这个政权 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管 把这个生产法 或者说污染法 完全有效的管理起来 这种可能性 目前看不到 有消息称地下水的 自然循环 大概需要一千年 才能降解到 安全的 营养标准 也有一些宣传 说这个渗透膜 被大规模的 开发 工业化 极有可能解决 未来水资源的安全问题 直接使用海水 进行淡 各式各样的呼声 他在麻痹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完全解决 水的安全问题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西方国家 都已经发展到 这来水 就完全可以饮温了 中国不说短期类做法 甚至连一个试点城市 都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幻想 在未来 我们能看到 哪一个地区 能够率先解决 水污染的问题 虽然它的孤身 越来越高 但是全国范围内的水 以及由水而 引起的一些问题 始终在被掩盖 我以前提过一个例子 中国的奶液 也不完全 因为我们知道 流奶 它主要是由水来构成 奶流 它也是要喝水的 一个正常上战 几奶的这么一头奶流 它每天要产出 20公斤左右的流奶 大规模的这个饲养 它基本上 是喝这个深井水 就是从地下60米以下 打出来的这种水 散养的奶流 基本上它喝的 都是地表水 那么水不安全 流奶 它自然就不安全 这个问题短期内 即便人们重视它 也无法解决 因为一个国家的浏览 它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 全国范围内 甚至已经被检测到 有一些没有工业的地区 它种的茶树 采下来的茶叶 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 都在检测中 被测出重金属污染 超标 那么被退领 或者说就地消 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 你说你怎么解决 全民呢 首先要有一个认识 知道目前的水是不安全 然后再去集思广 那么最终 那么最终呢 它是要由国家层面 去重视它 才能有可能被解决 我们现在看不到这种例子 农药的使用 现在很广泛 农民在撒完农药以后 有一些农民 甚至就把空的农药瓶子 直接随手抛弃在水塘里 在各区别 大到国家层面 制定的一些政策 小到 农民随手养成的一些坏习惯 都不具备让我们 相信中国的水源 它会安全下去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在短期内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全民 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水的问题 它其实很严重 这就是我们目前 面对的限度 有许多人在不停地呼吁 我不知道短期内 有没有看到 成效的这种渴 对这个问题 我相当的悲惑 但是还是要用来 并非可以在许多人 才能被它出现 再来 再来 这种渴望